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年前的今天正是大年三十 一大早 我去北京国贸的顺店洗提了这台PS5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 过了今天 这个手柄就不给保修了 PS5的手柄是保修一年 主机保修两年 这一年我换了两个手柄 都是白手柄 如果以后再坏了 那就只能靠WD40或者自己想办法了 第二件事就是我的头条抖音号 粉丝达到10万了 B站粉丝也快2万了 值得纪念一下 在这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水平真一般啊 就像我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一样 小白的宝箱 其实我也是小白 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网上各种调查 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经验和各位分享 以后我还会保持更新的 第三件事就是我的抖音号在做PS5之前 粉丝数也就几百 是在分享了PS5内容之后才起来的 这也是缘分啊 在这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EU会长老师 在我做这个账号初期 他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 一直到现在我还没买过他的课 也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在这个视频特别推荐一下 如果有想学自媒体的同学 可以咨询一下这位老师 第四件事 我目前做这个抖音自媒体 算是业余爱好 目前还在探索中 即便有了十万粉丝 也不能养家糊口 想入这行的同学需要谨慎 第六件事 我的抖音和B站 有很多私信和评论都没有回复 不是不想回 是没有时间回 每次回都是抽个几秒时间 简单回复个一两个 有的甚至还在回复 一两个月之前的留言 着急的同学 建议把问题发到群里 或者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看见 这样效率更高一些 我的粉丝 大部分都是25岁到40岁的男性 换句话说 这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或者未来的顶梁柱 新的一年开始了 在这我送各位一句话 人情春来早 万事日相摧 再见